百年岁月春常在,七十远非古来兮。 千百年来,健康长寿,一直是人们不需追求的永恒主题。 生老病死既是自然规律,又是人们始终渴望破解的千古之谜。 早在春秋时期,中国儒家典籍上书红饭片中,数百二十岁也,是我国最早关于天命之年的记载。 现代科学家通过细胞分裂极限学说,生长期推算学和性成熟推理学反复论证, 人类的自然寿命都应该在一百二十岁左右,与古人记载相吻合。 既然人类的天命之年是一百二十岁,那么,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却活不到一百岁? 是什么夺走了我们的寿命呢? 据资料统计,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死于疾病,而百分之八十的疾病又与扫衰有关。 疾病和衰老相复相长,犹如一道蓝江铁锁隔断了人类迈进天命之年。 但这道铁锁却锁不住人类探索的步伐。 从两千年前的千古一帝秦世皇东海寻仙求药,到今天,科学家最新生命科学探索,无不彰显出我们对健康长寿的刻画。 2010年10月5日,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,在这里即将揭晓2009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,而今年这个奖项对于人类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5号宣布,将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,授予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·布莱克本、卡罗尔·格雷德和杰克·绍斯塔克,表彰他们发现端粒和端粒酶是如何保护染色体的。 端粒和端粒酶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发现,解开了人类困惑千年的谜题。 它让我们找到了自身生命的掌控者,看到了生命轮回的奥秘。 我们都知道,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,这些生命的最基本单位形成了人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,精密地支撑着我们人类一切生命运动。 现代医学早已证实,我们人类一生的生老病死,也就是细胞的分裂、衰老、损伤和凋亡的过程。 当人体的组织器官中,新生细胞数量与衰老死亡的数量大体相当,处于动态平衡时,组织器官就能正常工作。 当细胞的衰老速度和死亡速度逐渐超过细胞的新生速度,新陈代谢的平衡被打破,新生细胞数量逐渐减少,人体各个器官的功能因细胞相对不足而逐渐减弱,直至丧失。 人体加速衰老,直至死亡。 如果人体免疫细胞迅速衰老,数量减少,免疫系统功能就会下降,难以抵抗细菌、病毒对人体的侵害,疾病就会接踵而来。 因此,细胞的衰老和突变损伤是糖尿病、心脑血管疾病、癌症等一切退形性疾病产生发展的总源头。 尼里沙白·布莱克奔,卡罗尔·格雷德和杰克·绍斯塔克三位美国科学家的发现,让我们知道,端粒和端粒酶就是掌控细胞分裂和衰老的上帝。 端粒是细胞染色体末端的一种成条状的物质,可以维持染色体的稳定性和完整性。 在不同的细胞中,它的长度不同,端粒的长度决定细胞分裂的次数,控制着细胞衰老死亡的过程,进而决定人的寿命长短。 在新细胞中,细胞每分裂一次,端粒就缩短一次。 当端粒不能再缩短时,细胞就无法继续分裂而死亡。 端粒也被科学家们称为生命始终。 正常情况下,细胞平均可分裂50次左右,分裂的周期大约是2.4年,但由于环境污染,不良生活方式,以及自身代谢产生的自由基及药物的毒服作用,端粒加速老化导致提前缩短,缩短到只剩下一个残断,失去了再分裂的能力,导致细胞提前衰老死亡。 怎样让端粒的长度不提前缩短,甚至延长,让细胞完全分裂50次,甚至更多次,成为科学家面前的重大课题。 经营副研究发现,端粒的长度是由细胞中的一种酶决定的,它就是端粒酶。 正常的人体细胞检测不到端粒酶。 如果细胞的端粒酶活性因为某些原因被激活,它就可以修复缩短的端粒。 可以让端粒不会因为细胞分裂而损耗,使细胞分裂的次数增加,生命得以延长。 2006-2008年,细胞、科学、自然等权威杂志先后发表论文指出, 端粒酶能够以某种方式被激活,进而修复延长端粒,并抑制癌细胞增值,使机体年轻细胞和衰老细胞维持动态平衡。 这些发现标志着人类破解了生老病死的密码,获悉了慢性疾病产生发展的根源, 让人类看到了活到120岁甚至长生不老的曙光。